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普初这位老先生对他的人品还有书法真的评价是太高了 我呢也看到过一些这个赵老的字迹 比如咱们听听图书馆牌匾就是由赵老给提写的 大家都说很好 我看着也确实觉得真的是很好 可是究竟好在哪呢 我又说不清楚 所以我今天呢特别想听听您对赵普初老先生的这个奇人奇书的评价 是怎样的 你看说到赵普初老先生 这是知识界 文化界 佛教界都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先生 而且他的影响之大 在书法界里应该说他比启公先生这些老先生影响还大 为什么呢 他的地位啊更高 先不说书法水平 就说地位社会上的知名度更高 普初老先生应该说是在当年郭沫若在世的时候 应该他仅是次居第二位 在全国各地书写的匾额之多 题字之多 仅亚于郭沫若先生 实际上他的书法水平和郭沫若各有前求 都写得非常之好 我们就顺便的简单说一下赵普初先生的这个简历 赵先生他是1907年出生 过去的时候是正好是2000年 他实际是活了93岁 但是往往呢我们说94岁 因为都是11岁说 赵先生在中年时期就一副圣灵 他到年轻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仁爱 这个一片福心普度众生 据说他看见一个蜘蛛网里边 是逮住了一个什么昆虫 眼看要死了 他就是七岁那年 他就找了猪肝来 把那个网给捅破了 救那个小生命 后来他很早就参加了佛教 赵先生这一生当中呢 担任了很多重要职务 虽然他始终跟着共产党 在做很多的社会工作 但他在党内担任的职务很少 多数是都是在一些个民主团体当中 他最后最高的职务 据我所知 他担任全国的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位置 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应该是这样 当然他在佛教当中 很多的民间的学术团体 民主团体当中 社会团体 他担任很多很多的要职 赵先生 我们现在称呼他为赵普老 都是习惯称赵普老 你知道他这赵普老 从多大岁数开始 有人这样称呼他吗 我想应该年纪也不小的时候了 错了 他达31岁就这么称呼他赵普老 这么年轻 不可思议了 31岁就称呼赵普老 是什么原因呢 在当年 那是1938年 他当时31岁吗 1938年时候 他跟徐广平他们 组织了一个叫义友社 我妈的写 义友社 义友社 就是良师义友 义友社 义友社 徐广平大家都知道 是鲁迅的夫人 那时候因为鲁迅在1936年就故缺了 1938年的时候呢 赵来才31岁 所以那时候喊他赵普老 肯定是个玩笑 就是 原因是 那个义友社 义友社 参加这个社的人 年纪都是 多半都是老年人 赵普初呢 非常尊重这些老年人 这个人呢 就是说 对谁都是一种友善的 特别对老年人 他非常的尊重 谁去了 他去那个签道啊 什么记录啊 他是那个理事长啊 他要把这个名字都写下来 比如写的年轻的 你叫这个这个 张某某吧 他就写上名字 一看年纪大 他叫张某老 王某老 您要去了 黎某老 他就是这样 他对年长的都称 最后把那个最后一个字去掉 改成老字 就像我们现在称呼 赵普初 赵普老 赵普初嘛 赵普老 这也是过去我们的 前辈的这些文人们 经常对前辈尊称的 这么一种习惯 所以他对谁都称呼 张某老 黎某老 王某老 黎某老 他都这么称呼 有的人就看不到 这当然说了谁啊 他就用个老子代替了 有时候不知 他正式的名字叫什么 于是大家最后 见了他之后 也这样喊 赵普老 31岁的赵普初 就有人喊了赵普老 所以非常有趣 但是在这种玩笑当中 里面有包衣 包衣就是说 对赵普初先生很尊重 这种玩笑 有时候给人起些个外号 起个外号 有些那个外号就是 就是对人的人格不尊重 但是这样给赵普初起了一个 外号赵普老 31岁嘛 就赵普老 实际上是对他有几分的尊重 少年老成 而且文学 书法各个方面 都是一个高手 又是个理事长 所以大家对他的尊重当中 也细成为赵普老 这里面有玩笑 有尊重 对 那我们这位赵普老 他早年学习这个书法的时候 都领过哪些帖呢 说在这儿啊 这个就是谈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 就是谈到书法问题 我们先说 赵普初先生 可不是单纯的精于书法 诗词 书法 绘画 哪一个方面 都是大手笔 诗写的好 相当厉害 天词 也非常好 是这个绘画 是影响的高 我见过他绘画 最多的还是梅画 那时候以毛泽东 那个不算子有梅 为题 他就画过那个 这个风雨送春归 等等 这个不算子有梅的这个题 画梅画 真是好 旁边自己提拔诗词 自己的字 自己的诗 自己的画 加在一起 非常的高描 这是我 我早年就非常敬佩 这位老先生 其实我跟这老先生呢 没有一面 没有未曾谋一面 因为我是一个晚辈 而且从社会地位上 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但是 我每每看到有赵普初先生的消息 我都要拜读 我特别敬重他 你看到说他离过什么 帖的问题 实际上呢 现在赵普初先生写的这个 我们现在流传下来 赵普初这些字迹 多数 都是 近似于苏东坡这种风貌的字迹 实际上 他在早年呢 我们查阅一下 他学书的经历 他不是写苏东坡的 他是在四十岁以后 才转到的 苏氏这个书题当中来 在最早也是学二王 比如说 写欧阳巡 于世南 再以后学过米符 更多的时间写过赵孟福 董其昌 一直是走 铁学这个路子 四十岁以后 才渐渐的 学了苏体 学苏东坡 说到这儿 我想起了 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我今天呢 正好 因为我带的资料当中啊 可能是也有这一张 一份报纸 那是在 去年吧 有一个学生 跟我谈一个事 他说 田老师 我问你一个人 一个书法大家 是唐朝人 他叫 李泰 你知道这人吗 我写下来啊 李泰 这个泰 就是泰山的泰 就是泰山的泰 李泰 您知道吗 他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 其实历史真有这么个书法家 我孤陋寡闻 我知道的少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自己更没见过了 我说连名字都不知道 自己肯定是没见过 他说原来 他说这个赵朴初先生啊 就是学李泰书法的 我当时我特别惊讶 我说我没听说呀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吗 他递给我一张啊 武汉初的这个书法报 这张报纸也不是谁啊 剪的 就是介绍赵朴初先生 学书法的经历 剪的呢 很不完整 看来当时这个人 也不是要 重点的保留赵朴初的 这个学书业绩 这个过程 不想保留这个 所以拦腰剪断 只有前面一部分 于是这个学生 拿给我看 我一看上面 真的是有这么句话 不过看完之后 让我啼笑皆非 怎么说的话 这样 我把这张报纸的拿出来 大家看一看 好 大家看 就是这份报纸啊 你看 中间拉腰剪断了 题目是 赵朴初 书学门径 及风格浅谈 署名 这个作者署名叫 陈小松 这究竟是个 画名 还是个笔名 是怎么 我不知道 还是实名 因此我对这位 陈小松先生呢 也不熟 也不知道啊 你看 赵朴初先生这个作品 他登了一个图片嘛 结果这图片被剪断 所以当初 保留这份报纸的人 还是什么原因 我已经不清楚了 你看他后边说了一段话 大家看啊 启功先生 在赵朴初诗词首记选 后记中说 就是说 出版了一本书 叫赵朴初诗词首记选 后记中说 就是启功先生 做了一个八 嗯 这个 前边的 加一些个 说明的 叫序 嗯 后边的叫八 啊 前面续 后面八 但是他说的是后记 啊 在后记中说 浦翁 善八法 这句话 大家听得很明白 嗯 因为这个 这个启功先生 非常尊重赵朴初先生 嗯 称呼他为浦翁 嗯 啊 浦翁也是我们 文学界常用的 常用语 啊 比如说对某某先生 呃 比如说我给周若昌先生写信说 我经常写 呜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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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表示尊重 对长者的尊重啊 那么 启功先生对 浦冲 呜 朴初先生呢 称回 浦翁 善八法 善八法 不单是指永泽八法 就善长书法 嗯 过去说八法 就是书法的代称 嗯 善八法 于古人 好 李太和苏子 沾书 嗯 注意这句话 启功先生说 赵普初的字 在最早 最爱好的是谁呢 是李太和苏子 沾 嗯 注意 我把它写下来 好 浦翁 善八法 于古人 于古人 是这样一句 一段话 刚才我们解释过了 普洪善八法就是 善查术法 于古人在古人当中 最喜爱谁 最喜爱李太和苏子战书 一定是启公先生 我没见过这个 一定是启公先生用毛笔 而且是半文言 或者是文言本写下来 于是呢 这个断句成了问题 关键是李太和苏子战 这在哪儿 应该有一个标点 我告诉大家 应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多少号 李太和苏子战书 这对陈小松先生 误以为是李太和苏子战 苏子战就是苏氏啊 他把和当成一连词了 对了 把和误以为是个连词 认为是 赵普老最喜爱的是李太 跟这个苏子战的书 实际上李太和是个人 李太和是谁呢 李北海 李庸 这个弄错之后还不可笑 可笑在哪点呢 于是这位陈小松先生啊 他也不知道李太是谁 他就查李太是谁 你看后边他又开始说 他说啊 普王善巴法 于古人号李太和苏子战书 每日临时未曾获措 这是起功的原话 每日临晨 没有说这个中措 或者间断过啊 说赵普老如何的潜心学书法 然后他后边加了一个暗语 他加了个注释 他说李太啊 生于618年 死于652年 使汤太宗第四子 功书法 汤张怀冠书段有载 传世末迹罕见 对普劳影响之巨细 难以确言 罕见 那他怎么理呢 他说呀 他经过他查了一下李太呢 是汤太宗的第四个儿子 而且说呢 这个千人论书当中呢 还把这个李太载入到这里边 但是说现在见不到他的墨迹 你一见不到他的墨迹 赵普初上哪去学李太的墨迹去 对 于是这成了一个笑话 何笑在哪里呢 已经把李太盒子啊 就去掉了 恰好呢 就是李太这么个书法家 而经过查队下呢 他是汤太宗的第四个儿子 还实有记载 而且呢 墨迹罕见 没流传下来 墨迹没流传下来 赵普初上哪找李太的字去 或者也许赵普初见过李太的字 他就这么说影响巨细 影响大还是影响小 他说我们已经很难在 查阅这 说不清楚 没法说清楚了 根本赵普初就没拎过李太的字 是拎着李太和 李太和是李庸李北海 所以啊 这个 一定是齐老当初写这个 李太和和这个这个苏子战说 没有标点 如果在李太和后边加个多少号 像刚才我 加了一个多少号 这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 研究书法 对于古人的这些名字号 什么什么 籍贯等等的官职 这些称谓 都用这种代替 他的名字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注意 千万别弄错弄乱了 这位陈晓松先生 就弄乱了 但是我们呢 没有全门呢 我们就看了看 觉得陈晓松先生 对赵普初先生的论述 还是很准确的 别想就在这一个名字上 出现错误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耻笑他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 新的书论家们 经常把名字搞错了 搞颠倒了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罕见了 陈晓松先生也犯了这么一个错 这错误可笑就是因为 正好有李太这么个人 这就乱了 但是整体论述 赵普初先生 陈晓松论得很有 深度 没有完整的分章 将来有机会再败读 我想陈晓松先生 看到咱们的节目 也不会有反感 还应该有点自省 自己出了这么一个硬伤错误 其实我记得您好像也曾经跟我们谈过 说这个古人在运用人民的时候 使用的时候是非常有讲究的 对对对 这说的这点呢 我们有谈到 启公先生 智学严谨 当听到前人的时候 不说苏师 直接称苏子瞻 以表示尊重 这点 周如昌先生也再三的说 他说 比如称呼杜甫 他说 我们这些人 很少直接称呼杜甫 就说杜公布 杜少林 或者老杜等等 苏子美 杜子美 就这样称呼 称呼自 称呼官知等等 你表示尊重 我们应该养成这种习惯 但在咱们讲座当中 你比如说说的杜甫 我说杜公布 杜少林 有些朋友可能听不清楚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就知道其名 那么在 说到普老时候 启公先生 称呼 普翁 你看 这一点也是尊重 说到李太和 诗是李庸 不说李庸 说李太和 称呼自 说到苏氏 说称呼自 苏子占 这都是做学问 讲究的地方 今天不要认为 这些是繁琐的 是没必要的 不是 养成这种习惯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应该注意到这点 那么我们再 说到普老这个话题 普老 平生当中 没有大的坎坷 没有大的坎坷 就说 比如说 急起急落 或者怎么样 因为他这个人呢 生性平和 待人接物 都是满腔热忱 所以他得罪人很少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他也没遭过 什么大的灾祸 但是就我知道呢 他好像蹲了三个月的牛棚 就三个月 三个月 那是在1968年 1968年的12月份 到1969年的2月份 就把他放出来了 而且就在关牙牛棚当中 他什么捡眉甲啊 劈劈柴啊 做一些个体力劳动活 没有怨言 这人心态特别好 有的人觉得 我又没有错误 没有罪恶 干嘛把我 把我当牛尾蛇神 给抓起来 那一定是 蛮腹的唠骚 赵老在那时候 写的一些诗 写的一些词 也都是平和的 也没有唠骚 没有怨言 三个月当中 周恩来知道了 周恩来 就赶紧把他放出来 这个人怎么也 给抓起来 是吧 但是 这赵普出 这个人就是这么平和 也没有怨言 也没有什么 这个忌恨 所以他写的字 画的画 诗词 都是诗如其人 画如其人 字如其人 都是这样的一个 非常平和 而且又高雅 这个平和不是平俗 是平和当中 见高雅 诗书画 各个方面都是高水平的 因此现在知识界 文化界 佛教界 提起赵普出先生 无不敬仰 无不尊重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乳字 就是耻辱的乳 羞辱的乳 宠辱不敬 那个乳字 好的 现在我们用楷书 先演示一下这个字的 一个规范写法 是这样写 在古卑帖当中的 所不同的 我们在上一节目 已经讲过 这主要就是 这个中间 加了一段竖 就这个地方 加了一段竖笔 我们再写慢一点 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字的问题在哪里 层字放在了上边 它会带来难度 在哪里 看一看 放在上面之后 下面加了个寸 应该就是上边 要缩短 下方 伸长 那个农民的农字呢 是上面取字 缩短 尘字 基本保持圆形 但相对也缩短一点 主要是上 让下 那么尘字 放在上面之后 也是出现了 上让下的这个 原则 看 这个地方不太明显 怎么上上下了呢 都在这个地方 是关键 这一笔 最关键是这一笔 这笔千万不要长 所以这样写完 大家一看 上边 就很扁了 而且右边 必须是个点 不能过再纳出来 那么大家再看下方 是这样 这笔基本功 这样写 所以这个字呢 这么写的话 它就分成了 这么几个段落 大家看 这就是两个 然后下方是三个 写说是这么想的 没有想 就说 只要你熟练的话 大题上 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再来演示一遍啊 笔法上看 这一笔相对是虚一点 这一笔 间起间落 尖起 就这个地方 说我就这样起 可以不可以 也未尝不可 不是绝对的 但是呢 我们介绍的 欧阳勋的笔法 他经常用尖笔起 这笔 在这三横当中 以这横为主笔 以这横为主笔 这个地方 虚起 虚起 不再用这种实起 虚起 然后点点 这一横 贴着这个位置起 贴着它起 因为比较长 那么就在这四横当中 以下最后这一横 最为重要 这一横 挺住了 写的这个地方 收笔 在这个位置上 起竖笔 这个竖笔 手一定不能颤 你只要手一多 手一颤 就坏 那么大家说 怎么可以不颤 我写了很长时间 还颤 还抖 我告诉你 你写的还是时间短 如果你一天 写两个小时的话 你超不过一个月 你肯定就不颤了 如果你还颤 你就检查检查 是不是肢体上有什么问题 按功夫来讲 每天两个小时 写一个月 手应该不颤了 那么就一劳永逸吗 不然 像我 比如说 我有十天不写字 我就感到在写这种竖笔 或者长横的时候 就心里觉得虚 还不见得颤 手不见得颤 心里觉得把握不大 如果我有一个月没有写 我手开始颤 为什么呢 它是个肌肉锻炼 任何神秘没有 就有些人迷信旋轴 看人家旋轴能写 或者你呀 没有旋轴写了一个字 他旋轴写了一个字 于是很多人赞扬你旋轴 看人家旋轴 还能写 你还得趴在桌上写 你这不叫本事 我告诉大家 就是个肌肉锻炼 你只要经常旋轴这么斜 有一段时间 就这个地方肌肉 它就巩固 那么这肌肉发达以后 就使得你手就不缠了 就这么简单 就像举杠铃一样 举杠铃你没有力量 你举一百斤你就缠 他有力量举二百斤 他也不缠 肌肉锻炼 因此书法就有很强的 这个技术含量 又有很强的一个肌肉锻炼过程 如果只是理解 说理解就可以不缠了 是不是理解不到位 不对 你看 我即使是这样 悬起走来 我写种长行 缠吗 也不缠 但我拿左手写 还是我用 这个大脑的声音 来指挥 我左手肯定就缠 我写这时候 肯定就没有把握 这就是说是个肌肉锻炼过程 所以大家 不要特别迷信旋轴 又不能不练习旋轴 这是要大家注意到的 又是一段 题外之话 再看一下 就这种地方 实习可以 所以这些点话 写下来说 一定要非常轻松自然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汝字的兴书写法 我曾经说过 这种笔画 上来之后 可以连上 这么转一圈 可以不连上 这是连上 不连上 没有关系 单写寸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一笔画 一定在里边 在里边 不要把寸字的 这个点 写在这儿来 只要压在这个树上 这是财字的草写 财 人才 天才 这个财字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 当写这个乳字的时候 因为下边放一个财字 不念字 因此 你要如果 这样写连之后 放在这儿了之后 也不应该 但是一般不会影响认读 再看一下 这笔应该长 注意 这个地方应该长 这地方这样写 这样写 看看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写法 如果你对于草书没有研究 你想着 认读出来 它 有很大难度 看是这样写 简单极 就这样 注意 这笔尽量短一点 下边长一点 再看一眼 也就是直接按收 把点按收的里边 怎么回事呢 就是很多的寸字 到了草书当中 都被这么一个冤圈所替代 还有的就拐到外边来了 是这样 知道这个规律 有很多的字是如此 比如说 哪个字 山寺的寺 就是这个寺 寺庙的寺 也不有寸字吗 就这样过来 这是哪个字 守 守住 保守 守字 就因为下边有寸字 也是这样转的圈 那么这个乳字 下边这一圈 也是代表了这个寸字 上面就简约了 是这样写 为什么不让把这笔写长了呢 这样写有什么 这样写是这个圣旨 或旨意 是这个字 因为在书法当中 悲帖 很多人都是这样写 就点一点一横 或者是有的 写成这样一个上字形状 这是那个纸字 我们今天顺便 把这次向大家说一下 所以第二横 不要长 长了之后 容易跟纸字相反 那么再看一遍 这边呢 应该是一个圈 要画的圆 相对的 手的弹力 要不能够 在这个地方含糊 就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含糊 在这个地方 这就坏了 这个地方是不能含糊 就极度的熟练 这个地方 好的 今天我们关于如此的 这个凯青草 三种书体的介绍 就暂时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